因為剛剛才訂購了 是 謝謝 我們昨天在柏林 紅旗剛好宣布了要贊助整個國際奧林匹克資金 IOI 是5年 從2017年到2021年 整個從俄羅斯到伊朗 俄羅斯沒有 今年是俄羅斯 我們沒有 但契林是在台灣是我們贊助 另外就伊朗、日本、新加坡還有 曬白郎 這個國家的名字 我記不起來 這次有這個機會 實際上要特別謝謝李教授 因為在契林我們合作愉快 號稱應該是有史以來做得最好的 應該是吧 所以李教授才開始推薦 我們去跟大會 就是國際大會去談這件事情 基本上作為一個自信電腦提供的公司 尤其一開始都是以整個新的科技在動學習為主 那紅旗基金會過去二十幾年了 二十七年還多少年 1988 現在 一路上都是提供整個學校 從大學研究所開始 後來我們就有數位創作 等於從中學生 就開始能夠進入這個未來影響我們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技能 一種能力 那我不斷地講 台灣不缺人才 只缺舞台 所以提供舞台 實質上是 等於我們的責任 大家要給年輕朋友有一些舞台 尤其在創作方面 創作等於是屬於無中生有的 就是 不斷地很多的無形的價值 未來的價值 尤其是學生朋友 他們能歷戀成長視野 所以說對未來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我們正式推薦一個新的對學生 中學生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因為要面對臨時代體內 我們記得1981年同基 1976年同基 維促一基的延天 1981年我們推出小教授一號 就是讓所有的電機工程師 那時候是以大學部為大學的電機學生 全球為主去做推廣 那我們認為 維促一號普及 我們也扮演一個角色 那現在下一波當然就是 雲端的 這個物聯網的這個科技的移植發展 那我們特別推出一個叫林教授 Cloud Professor 以前叫Michael Professor 現在是Cloud Professor 守定的目標就是中學生 他們為了迎接物聯網 雲端服務的時代 就有一個工具 讓他們能夠學習 那我基本上呢 可能希望 這個也是數位創作的一環 所以我希望未來 可能數位創作的題目呢 在這方面我們基金會也會在董事會討論 還有最重要當然是我們的評審委員會 認同應該怎麼樣 我們錢就那麼多 要怎麼樣來那個 可能就是要大家討論一下 那我希望讓整個高中 中學生的開始就接觸到這個東西 實質上 最近我們有跟一些合作夥伴從台灣開 他等於學習物聯網的過程裡面 等於學英文 因為他是用英文 普通英文做指令的 所以只於你在學習要命令 一個有先生的一個產品 我們稱為火星探險號 反正我們在地球 就控制火星那火炎的地方去探險 他在這個探險號 裡面的命令就是用英文的口語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一方面也寫物聯網的應用 一方面也寫語言 第二外國語言 那這個呢 我們等於從教育的方面再努力 實質上洪基等於在新的 應該叫新興洪基 就是未來的 我們積極要翻轉 洪基也要翻轉 翻轉到一個 可能各位賣賣一兩年之後 發現是跟原來不一樣的公司 因為除了硬體 現在越來越沒有什麼價值 但是又是一個基礎 一定要有的 來加上管理 更重要的是加上服務 因為服務是跨領域的 我們自通信物聯網只是一個工具 整個服務呢 那服務裡面就有太多各行各業的知識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自聯網的這個觀念 就是要把整個這個 我們人的智慧呢 放到自建林裡面呢 然後來服務整個物聯網未來的 幾幾乎每個人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呢 能夠宣布這樣一個消息 讓我們未來的眾學生呢 在數位創作裡面 在翻轉的過程裡面 還有更大的空間呢 繼續在讓他們腦力呢 多做一些刺激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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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